准备 天初 这里的游泰花好漂亮啊 你等等我 天初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拉住你的手 我不会放开的 我一定会太漂亮 1971 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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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夜半 我走 好美啊 只想一天的漫画 画得好像我小时候 虽然我看不到 但是我还是能带你找到很美的地方 都说今天晚上有狮子做流星雨 怎么还没出现啊 你别着急嘛 流星一般都会晚一点出现 我陪你等 喂 流星 真的吗 流星在哪儿 它好看吗 还好了 就是有点小 我们等一颗大的 我要学 流星 流星 请你保佑前出 早日治好他的眼睛 让他早点看到这个世界 我的愿望是 希望我和美少女永远在一起 前出 大叔 小姨 田 我 bo 洛杨 小梦 李 小念 是你吗 你不知道吧 环山公屋那边 有一条野调小湖 有一次 我跟同学 无意间的活动 有一次 晚上的时候特别的好看 一面就好像星空一样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 石小念的一名 知道有这么个人 订婚的时候好像见过 但不熟 为什么姐明明有 石小念的漫画 却又要装作跟石小念不熟呢 漫画 星空 有什么关系呢 石小念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 小迪是给她听的吗 他们关系并不好 我画了一本漫画手稿 里面记录了 我跟你一起从小长大的点点滴滴 我本来打算要给你的 你还记得 你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我们画过两张东西 你说只要有了那个 我们就算是结婚了吗 我现在跟他们玩了 我挺喜欢的 你挺喜欢的 那我挺喜欢的 我挺喜欢的 我挺喜欢的 根本我挺喜欢的 我挺喜欢的 你挺喜欢的 你挺喜欢的 我今天也挺喜欢的 我可轻易不露手 你看你这几个蛋打的 还都挺完整 三个够了 你还干吗呀 还吃蛋呢 二人饭 咱们这是二人饭 多加蛋好吃啊 今天心情这么好 我多吃几个蛋走了 蛋炒饭的主料是饭 不是蛋 你这是西蛋配饭呀 这么吃太浪费了 够了 你做我做 你做 可是我吃啊 我可不想进医院 我做你就别这么多废话 再说废话 晚上让你蛋壳配白开水冲击 这么大 我 谁啊 陆千初怎么突然打理他呀 不许接 万一他有什么事呢 他能有什么事 再说了 有什么事能比我们做蛋炒饭更重要 你就给我吧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事才怕有事啊 不行 原则问题 那我外放 咱们俩一起听 一起听 免提药 嗯 喂 清初 小店 你在这儿 我在家呀 怎么了 你还记得 我们以前去过那个小湖边吗 我 你确定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吗 看来真的是你 我要见你 现在 啊 喂 怎么了 我 怎么了 穆总 刚小慕总的车在GPS显示 她 她往那个地方去了 什么 千初去了环山公路 对对对 你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小心点 别被别人发现 好 按照导航再往前走一些就到了 好 你连心不见处 你说有人跟踪我 让他注意安全 这后面的拉车 这后面的拉车 公讽能不能让我跟小年单独聊聊 这件事情很重要 拜托 你找我 有什么事儿 我知道是你 什么呀 你在漫画里画过这个地方 对吗 就告你辆车 随便 天出 这里的游太花好漂亮啊 你等等我 天出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拉住你的手 我不会放开的 我一定会受到酒 过的没什么事儿 以上 医生 先生 杰出怎么样了 还没醒过来 都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醒过来啊 医生 我儿子还要在这里躺多久啊 几位先别急啊 现在人醒过来以后 什么情况 还有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目前只能等牧歇臣 醒过来以后才能知道 杰出 他以前做过脑部手术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目前不知道 从影响上来看呢 问题不当天 不过 凌日而已 那 那他的记忆会不会 小念 你等等我 千初 你放心 我一定会心里拉你的手 我不会放开的 千初 快跑啊 晚了就看不到落日了 有心有心 请你保佑千初 早日治好他的眼睛 让他早点看到这个世界 不要害怕 我会一直等你的 等你睁开已经看到了 我们拉钩 这个是结婚照 我在上面 画了我们两个的照片 这个是你的名字 这个是我的名字 已经过了一夜了 你一直在这里走来走去的 你至于吗 这么半天都没出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她出不出事 对你来说就重要了 现在躺在里面的是她 要不是她把我甩开 现在躺在里面的人 就是我了 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想怎么办呢 以身相许吗 还是说你有了继续跟她在一起纠缠的力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不讲道理 我还有更不讲道理 医生 怎么样了 不当心 我先去看报告 千初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 昨天晚上的意外 昨天晚上的意外怎么回事 我们会调查清楚 该你负的责任会有律师找你 我只是想知道千初她现在人怎么样了 不用这么麻烦 我的律师会主动来联系你 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 走吧 没看出来吗 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 别在这儿自作多情了 小念 你在哪儿 你醒了 小念在哪儿 小念在哪儿 小念 小念 千初 你 你是想起我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当然记得你了 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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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很低的意识了 我告诉你 你不用同情我 我跟千初订婚的事实 谁都改变不了 我现在只想问清楚医生 千初到底怎么了 我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知道 我不想改变什么 小提依 不是叫你不要来公司吗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 牟总 我想来想去 你是怕我把你抛出去是吧 你放心 你手里也有我的不少把柄 牟总 我跟了您这么久 可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您的事 我知道 我知道 千初到底有没有看到你 当时路上很黑 我 我又开了大灯 照你来说 他要是看到你的话 这件事情就麻烦了 喂 我知道了 我现在过来 你也不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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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最近不要再来公司了 爸 妈 我没事你们先回去吧 这里有小念照顾我就可以了 那怎么行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以留意我 有一个外人在那身边 小念怎么会是外人的姐 你见过小念呢 你跟我出来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弟弟为什么会出车祸呀 还有 她出车祸的时候 你干什么去了 爸 公司是真的有事情 本来这件事情是千出处理的 但是突然 到底是怎么出的车祸 一定要彻底地查清楚了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千出为什么会那样说话 你应该很清楚我在问什么 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就算是我之前知道了这件事情 也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百般阻挠他们两个在一起 你知道了以后 你又想尽一切办法 催他们赶紧登记 结婚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是的 爸 你说得没错 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确实更希望他们两个 可以快速地稳定这段关系 但是爸 我这是为了谁 我难道不是为了牧师吗 如果这件事情被爆出来 不光是十敌会受到影响 牵出也会受到影响 牵出手术之后 费了多大的心思 才受到公司上下的认可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而丢失人心 别人可以做到不担心 但我做不到 为什么是 小雪啊 爸爸安排你弟弟 对执掌牧师集团安提 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我没什么意见 毕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不管我做得再多 都是为了牵出做铺垫 只要他回来 这一切都还是他的 可是爸 有得必有失 如果牵出想要继续做为 牧师负责人的位置 他就要懂得付出和牺牲 跟十敌结婚是他必须要走的路 付出 牺牲 是 没错 小雪 你对牧师集团 这么多年的付出和牺牲 那是有目共睹的 没有人不服你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 那是你一直坚持要做的 本来我和你妈妈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爸 你可别忘了 当年跟我定下 十年约定的人是你 我守住了城堡 肯定了 肯定了 那你是想 赶管分公司的业务吗 是的 爸 我知道 分公司的位置 您一直是留给千初的 可是千初现在的情况 大家心里都清楚 不行 为什么到现在了 您都不愿意相信我呢 掌管一家公司 没那么容易 我不怕辛苦 那你会分心的 我不会分心的 爸 你会谈恋爱的 前来还会结婚生子 过你自己的小日子 那才是你的未来呀 十年 十年之内不准谈恋爱 你能做到吗 十年之内 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公司的工作上 你能答应我吗 十年之内 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好 我答应 小雪 你不用这么快答应 爸 我们说定了 我不会反悔的 怎么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后面还有个会 我爸爸也回来了 最近 我们不要见得太平凡了 你也知道我走到现在 有多么不容易 你 小雪 以后来这儿别穿高跟鞋了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放松就怎么来 去忙吧 也太累了 空了的时候 我都会在这里的 现在不是当家的人吗 是我 干的你弟弟 虽然说是突出毛笼吧 但是他主导的这几个投资项目 那是个个盈利都非常可观 你再看看你的 前充男的回来一趟 赶紧收拾手 一会儿叫你爸吃饭 爸爸你还想吃什么啊 妈给你做啊 爸爸 爸爸 前充回来了 尝尝 叔叔 阿姨 对不起 这件事情都是由我造成的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让秦初康复起来 既然秦初希望你能留下来 那就算是 我们一家人麻烦你了 至于你们俩的关系 我跟秦初没有别的关系 这样最好啊 要知道 秦初跟你妹妹 已经订婚了 这是事实啊 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 爸 我也不希望有什么改变 叔叔阿姨 我只希望秦初快点康复起来 小弟你给我出来一下 小弟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 你这个儿媳妇 不管我们是不是认错了 现在也只能认下去了 叔叔我 我 我不需要你解释 一定要稀释宁人 一定要好好照顾秦初 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男人啊 我也知道你会介意你姐姐 暂时跟秦初在一起 但是没有办法呀 你现在只能认了 我知道了 希望我这一次不会看错 倩初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后来的事情 后来什么事啊 就是 就是你手术之后 到现在 你后来跟 那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还陪在我身边 就最好了 我 可是我现在 我现在 你现在怎么了 小弟 虽然我现在还没搞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不管是什么事 我都会解决好的 你就安心地陪在我身边 以后 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 我 我不是说这个 咱们先别说这些了 医生说你要好好休息 你需要静养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我只好回家收拾点东西 你照顾秦初吧 现在 我照顾我的婚夫 还要替你安排啊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妮 我需要你 现在比看不见的时候 更小 好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她知道 她知道 知 知道什么 知道我是你男朋友 知道你已经和我住在一起了 看来你也没打算让她知道 放开 我给你包扎一下啊 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从这儿里搬出去 公公 你别闹了 我是应该直接告诉她我们俩的关系 可是医生说她现在很不稳定 大家都不敢刺激她 我和你的关系会刺激到她是吧 那么我告诉你 施晓涅 你和她之间的关系也会刺激到我 既然你这么在意她 我和她之间你选一个 公公 你别这样 我再说一遍 我和她 你选谁 我选 我选她 我和她 你让她 放手 公公 我现在只能选她 不是因为我的感情问题 而是因为她是我家主 从小到大都是家主 她现在出事了 还是因为我出的事 我怎么能坐视不完呢 公公 她和师弟订婚那天起 我和她的感情就已经过去了 是之后的日子都是你陪着我 保护我 我想跟你在一起 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和她没有机会 也并不是想要刺激她 我想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现在依然喜欢 以后也不喜欢你 但是 但是这和 我不能告诉她我们俩的关系 和去医院照顾她 这是两码事 你 你能听明白吗 听明白什么 听明白 我喜欢你 再说 你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我都说过了 我说 我 喜欢 你 不是这句 是上一句 上一句 是上一句啊 你说你要去医院照顾牧前珠 我是说过这句 绝对不可能 是上一句 东西放桌子上 我说放桌子上你没 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米生过来给我送报表的 怎么了 想通了啊 想通了就好了 那这件事情我就当时翻篇了 可以既往不就 请坐 不是不是 那个 我想说 我想说 我们的那个 你还想说什么 我想说 丸子那天去这烧烤店 特别好吃 给了俩优惠卷 快过期了 龚总 你愿不愿意 上点尝一尝 周团 又会吧 很好吃 这么快 你不认识吗 可以吗 不要不要 不可能 你能不能稍微理性地 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人家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我 你让我 我怎么能那么狠心呢 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啊 我 我知道 你是不是那些 对我俩的情感缺少安全感啊 对我 我和你玩这个 好 那你还担心什么 算了 这件事情不用再提了 我喜欢你 我正是因为喜欢你 才会想方说服你 让你不要因为我去照顾他而难受 我在乎你 还会怕你不高兴 可是你呢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有想过我这段时间 有多纠结和为难吗 你希望我远离他 我理解 可是你真的让我对他不管我不顾不闻不问 我的内心能平静吗 我该如何消化这件事 你有考虑过吗 我没有吗 小КА 如果你真的过意不去 我可以请别人去照顾他 十个二十个都可以 你说了算 等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要不要去啊 要是不去 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算了 算了 怎么办呢 我还是去吧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 带上先生工艺器 让你看着 不许住在那里 晚上必须回家 知道了 知道了 名字好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进屋前要先敲门先敲门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呢 我敲门了 你没听见 什么事啊 恋爱可真是伟大呀 竟然有治疗疾病的功效 放开别动手动脚了 什么疾病 免贪 你才免贪 怎么样 小老板 很好了吗 早上来的时候 看你脸黑得跟包公一样 跟你有关系吗 别害羞嘛 我就关心你一下 这种恋爱问题 我可以帮你出个话策 你先把你自己家里那烂摊子事处理好 再来当我的狗头军师吧 我那烂摊子怎么样 完全没问题了好多人 我已经买了一份神秘大笔的 和我们的相关系了 保证丸子看了之后我特别喜欢 不济潜心 你好 您是孙建平 对啊 您的闪送 请问你密码 五三八六 是的 哦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你拿个傻子敢在跟你密码楼面送我这种东西 你必须要知道我是谁 知道了 但我拿那群人我看死到我 累死我了 哇 我啊 好 薛怎么回来了 在公司 但是他秘书说可能有别的安排 走 别做事情了 我去看车 但是他也不会 对 不错 没时间 重点 难道 不错 不错 没有 我们要保持 有什么 是 不过 我 无的 这是 我 有什么 我 小静 你来了 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 没有 我一直在等你 吃点水果 先帮我倒杯水好吗 好 没水 睡下点 对不起 您的电话已欠费 仅及时消费 我一直连人外发 忘交话费了 我手机还快没电了 小老板 小老板 您好 您好 麻烦问一下 这个薛总大概什么时候有时间见我们 这个我也不知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 刚给您放完短信之后 薛总就有了别的安排 说是一会儿就回 但也没说具体时间 是这样啊 这个会面是薛总约的我们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等得很长时间了 能不能麻烦您去通知医生 就说我们在等他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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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怎么了 秦桑 秦桑 简单话呀 对不起 您拨打个电话 你接 秦桑 你怎么还听起来呢 谢谢 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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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喂 秦桑 秦桑 救命啊 你怎么了 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我不敢动 我流了血 秦桑 我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 你的孩子 什么孩子呀 我不敢动 我好疼啊 你别动啊 别着急 我给你叫救护车 等会儿啊 等会儿 好 咱们 不是 拦 church ring��를 石小念 石小念 你在干什么 我让先生跟着你 事让你 原来这个东西会说话 想念怎么会带这么个东西 我们等了多久 很久了 龚总 麻烦你告诉一下薛总 如果他今天没时间见面 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等他下次确定自己有时间了 我们再见面吧 可是薛总马上就回来了 小老板 就这么走了 那薛总那边 他如果想继续观望的话 我们等一年都没用 合作最重要的就是诚意 我们已经单方面地表达了诚意 其他的交给时间 话着这么说 咱都等那么久了 把我送回去 我就可以回家了 小老板 现在姓林去哪了 你还回公司吗 去医院 你身体不舒服啊 心烦 心烦 心烦这是内分泌失调的典型体现 小老板 你最近睡眠怎么样 倒汗吗 长痘吗 耳鸣吗 面色蜡黄吗 面色倒还挺好 还挺红 闭嘴 哪声都废话呀 是医院 目前初住的医院 那这是可以理解的 情离相见 打成一片步 要不我也烦 但是你 你找我们现初干什么呀 学生见的呢 小老板 你能不能先借我手机 交个花费啊 请介绍 明少 你这要堵到什么时候啊 呃 哦 哦 嗯 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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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板 你电话打不通 能不能借我先打一个呀 丸子也一天没信了 我手机还欠费了 你能不能先帮我交易表现花费呀 主人你好 很高兴为你服务 你是工贸吧 我先出 主张商人怎么在你这儿 当然是小聂带回来的 他人哪 他有事出去了 看来这个东西 还有监视的功能 是不是 你让小聂随身带着她 就是为了失败监控她 是不是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小念不一样 我告诉你 小念不是你的私有品 你用各种方式拴住他 但他的选择还是自由的 更何况 何况是吧 更何况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以前他只能依靠你 但现在 他有我吗 小老板 你去哪儿啊 待会把手机借我用一下 你去哪儿 小念 这怎么来了 这 这怎么还来啊 副老婆还不出事了 这是什么呀 闻哪 你怎么了 什么情况呀 你还问我 明星 救救我 我流血了 救我啊 这是什么 救救中心吗 现在多了一个晕血的病人 喝水吗 是小念的 还有点事 出去 你们聊了什么 这个好像属于个人隐私吧 我印象中并没有跟你谈说 应该没有必要告诉你 我不是来找你喝水的 不过从小念口中听说的你 好像的确是一个 不从尊重个人隐私的人 像这个机器人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把这么一个可以监听监视的东西 放在一个女孩子身边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怕吗 她不是什么东西 她叫人是什么姑娘 早晨好 女主人 记得今天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醒了 你总算醒了 我怎么在医院 你晕血了 就直接被救护车送下来的 那丸子哪儿 丸子在哪儿 丸子她没事 你不用去找她 没事为什么不让我找她呀 她不流了好多血吗 怎么会没事呢 我是是估计她现在不想见你 总之你不用去找她了 孩子没了 不是 我去见她 丸子 丸子 其实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完全没做好准备 我甚至还想过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就好了 可没想到真的发生了这种事 丸子 我们乃是方长 加什么 让一下 拔针了 好了 拔完针就可以走了 记住 少吃凉 少吃辣 多喝温暖水 为什么就能走了呀 出这么大事不得住院吗 痛个精 住什么院啊 痛精 没怀孕 大惊小怪 什么情况 没 没 没怀孕 走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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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总 您的茶 让你倒个茶怎么这么半天啊 不好意思 牧总 我刚来对公司环境不熟悉 一直在找茶叶 我不是要的这个茶 我不是要的这个茶 算了算了 给我倒个水吧 好 马上 对了 牧总 您父亲今天给朱里办公室打电话了 说您手机一直打不通 叫您立刻回电话给他 知道了 好 车呢 剧院的车已经在楼下等您了 我一会儿下去 好 好 爸 您什么时候这么着 你到底是怎么出的车祸 这件事情 你真的不打算查下去了吗 如果你不查 我来查 不是 爸 爸 我再查 可是千叔现在什么都不记得 我不可能逼他吧 而且 他出事的地方 一个监控录像都没有 您也不让我报警 如果您觉得我慢 我可以去报警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爸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 您不是也说了 报警对千叔不好吗 他现在在公司 刚刚站稳脚跟 如果让别人知道 他去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跟一个奇怪的女人 出了车过 那 那其他股东怎么想啊 我会等你查出的结果 心里就只有这个儿子 对 我今天来拜访的主要目的就是 你那天晚上突然打电话给石晓念了 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说 出车后那天 不如我来提醒你一下 那天你打电话给他 地点是在一个你们小时候 经常去的地方 是吗 没错 没错 不过如你所说 你恢复了和石晓念在一起的记忆 那么你们的秘密基地 到底是什么 在那里发生过什么 这些你总记得吧 如果龚总想问这些 零散的记忆 那很抱歉 全都不记得 那照你的意思就是 你只记得和石晓念互相喜欢 其他的就都忘了 只要记得最重要的部分 就可以了不是吗 我劝你最好想一想 那个地方很特别 我有个很重要的人 也曾经出现过在那里 并且从图上 同时 有机会 也许你还不知道吧 一直有人在调查监视着施晓涅 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 单纯地像一张白纸 所以很难想象 会有人对他产生敌意 我的直觉告诉你 这件事情 是整个事件的出口 而你是整个事件的唯一线索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想想 千万别耍什么花招 你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儿 孙叔 小鸥 你来这里干吗 沐千初的车祸和施晓涅有关 我不能不管 我只想找出车祸的真相 仅此而已 千初只是个病人 他回答不了你这些问题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他 我不会允许任何人 来伤害我的弟弟 小老板 你怎么在这儿 说来话长 不是 孙杰平 说来话长你别说了 你最先把尊重我 也想让我把话说完吧 对了 刚才我碰见摄像面了 在哪儿 刚刚跟我们在一起的 应该还在里面 你怎么在哪儿 你怎么在这里 我看为什么 你自己在一起的 这两天 我每天都在一起的 是 我每日都在一起的 峰哥 你自己在一起的 你别打算下来 干吗 启家 说来 你自己在一起的 我学习 你去到边 那天在医院 没事 这几天照顾倩初 让你费心了 我应该做的 这么多天 也没空跟你好好聊聊 之前偶尔听说你的名字 但也没有机会认识 没想到 居然因为这种事 已经碰面了 现在才发现 其实早就知道你了 我吗 倩初上学的时候 经常会提到一个女孩 她们会去小湖边玩 这么看来 这个女孩就是你吧 倩初小的时候 还是挺乖的 唯一一次玩自己逃课被打 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 那个时候小 不懂事 挺好的 谁没一点青春往事呢 我听说 这次出事的地方 也是小湖边附近 倩初约你过去 是有什么打算吗 我本来也是刚去那儿 她刚要说我就 约在那个地方 约在那个地方 可能是因为 小时候的事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去过那儿 其他的什么 就记不太清了 我这么问 也是事情太突然了 倩初现在什么都不记得 她在公司举足轻重 很多事情 都是需要她来切洽 如果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 为了她 为了公司 而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我才来问问你 真不好意思 我这也没帮上什么忙 没什么 对了 还得跟龚总道个歉 跟她 为什么 她好像是对这些事情 有些切底吧 我刚来的时候 看他们两个似乎不太愉快 龚来过了 你怎么才回来 你去找青春了 我问你话呢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对 我去找她了 怎么了 那你都问了她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 她跟你说什么 她什么都没跟我说 走的时候她还睡觉呢 我也什么都没跟她说 只是有些问题搞不懂 问问她而已 她记忆都没有恢复呢 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医生都说了她不能受太大的刺激 你就不能等过阵子 有什么问题再问她吗 你真以为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告诉你 在我看来她什么都记得 她心里明白得很 我知道你在内疚什么 你放心 我已经请了国内最顶尖的医疗团队和看护人员 明天就到 目前处会被照顾得好好的 根本不需要你操心 你去也帮不了什么忙 我帮不上忙 我也得去啊 你去添乱嘛 人家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我就算帮不上什么忙 我于情于理 我是不是应该陪着她 看着她好转了我才能安心一点啊 我不跟你说 为什么 你直接让医生把医疗状况报告给我们 不就行了吗 你为什么非要去啊 冷冰冰的看护 和朋友之间的陪伴她能一样吗 公欧 你有没有感情啊 晚上好 女主人 记得睡前也要想公欧哦 想什么想 想你个大头鬼啊 你冲她发什么脾气啊 我没在冲她发脾气 我在冲你发脾气 我没觉得我做错什么 你是我女朋友 我不让你去陪别的男人有错吗 没错 特别对 你整个人都是对的 我只是觉得你是一个不讲感情 还不讲道理的人 我是在无话可说 你站住 我饿了 你给我做饭吃 吃吃吃吃吃 你去找专业的团队给你做炒饭吧 谁给你做 你为你搜索出一万六千条大炒饭的做法 请选择 小老板 你还不签字吗 先放着 这就是个日常的月工作报告 昨天不是开过会了吗 你这到底在干吗呀 这个机器人 他也不识食物了 我正在改版 他就是个机器人 你让他怎么识食物啊 难不成你让他自己说话 很难吗 不难 对于您来说 当然不难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不想跟施晓念说话 为难一个机器人 对于晓念的 小老板 你最近 真的变了 变老啦 你要是再说废话 就让你略过变老这个环节 直接入图 对了 施晓念那个动画视频发我动平台是吧 对 推广那边的人说 这两天的晚间时段 会达到关注高峰 让咱们可以留意一下 薛总 听他秘书说 诱出我 正好 你晚上留下来加班吧 你看起来 也是一副 无家可归的样子 小老板 签字吧 怎么样 怎么样 快点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数出了家里面 至少二十个琴键 要跟每个人都配一台 反响不错呀 小念 要不然你跟你们家公屋说说 看能不能给打个折扣什么的 你要是买一百台呢 能给你个九五折 这么少 看在我们的情面上 情面什么的不存在的 公屋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而且已经看在你是米生家属的份上 给你打一个内部会员折扣架了 我这个内部联工当的也太不舒服 评价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帮什么 我得把这些评论都给看完 好了 评价反强好就好了 难道你还都会看吗 我 我就想看看 对呀 夸你的评价的图表 随时都可以看 今天难得是我们几个 极力请假的十九之夜 又表现这么个好消息 让我们今天出去庆祝一下包 天使庆祝 咱们就点点东西在这吃 走 走 我点东西 走 小老板 我家就真的没有别的吃 Primary 怎么了 单早饭不好吃吗 是它的格调太高 不是在我们的接触范围内 那就努力适应一下 你的品味需要提升 小老板 你一定是知道 我最近加班加点工作比较劳累 特意给我补补干 人体甜 我突然好想念我们俩小老板 最起码 他做出来的饭 是熟的呀 你老婆和我女朋友 还有另一个男人 正在我的工作室开派对呢 小老板 是薛总 头儿后天回国想约你见见 你早就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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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猜到了